佛跟法身菩萨为什么这么自在 我们同修每一天 我相信很多人念薄弱心经 薄弱心经就讲得很透彻 一念薄弱心经就天天提醒你 你虽然你不懂 所以你没有紧急性 头一句 惯自在菩萨 我们就不懂了 你要惯了就自在了 我们不懂得惯了 什么叫惯了 力妄想分别执着叫惯 我们除事待人救 用的是妄想分别执着 没有关 惯是智慧 没有关是烦恼 我们是用烦恼 面对外面的经济 对人对死对我 我们用烦恼 用情直 这次搞成这个样子 祝福菩萨 祝福菩萨 不用这个东西 称之为官 关照 我们念这一句要懂得意思 要提醒自己 要学习 我也要学习 用关照 果然懂得用关照 新年台大师 讲这个佛的六个阶段 我们就提升了 我们到观心级了 那么我们今天不懂得管照 还是感情级 对人对死对无 还是妄想分别执着 我们也学佛了 天天也听经了 这什么位置呢 明自为 天台大师分别 第一个是礼界佛 这大家都有 从礼上讲 一切众生皆有佛心 这大家都是佛 平等佛 从礼上讲的 可是从四上说呢 四上说了 那我们今天是 明自即服 又明如实 功夫不得力了 如果我们真可以说 学习 妄想分别之主 用观照 那就提升 你功夫得力了 这个才会有进步 观心 观心 你看看 你的观 你得观 落实到你的生活上 生活是行为 观心 你功夫真得力了 你所学的东西都用上 再往上提升 一级 相似 几乎 出了六道 四顺法界 身闻 研究 菩萨 社法界里面的佛 相似 有一点像 还不是真的 还要向上提升 破一瓶无银 正月分发身 超越设法界了 这叫分正即服 你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是正服 所以是真服 不圆满 古人比喻 像什么 像粗三粗四的月亮 月亮是真月 绝对不是假的 但是不是事物的月亮 没有圆满 只要是真的 就叫一真法界 所以一真法界 有四十一个位次 发生大死 所以我们怎样也把自己 从明字位提升到观行位 这个修行在真正上轨道 如果永远住在明字位里面 三土地不开 没有办法脱离三土 只要提升到观行位了 你就决定不夺三土 六道里面 你这三善道 你不会躲到我道 而且三善道 决定在远天道 也不会躲在阿修罗道 没有理由躲在阿修罗道 观行 就是夏林居老居士讲的 正干 善道大师教导我们这 佛教我们做 我们认真努力去做 佛教我们不做 我们决定不可以做 这是落实关系